我们的社会主义兄弟古巴人民共和国今天宣布了对中国所有的居民进行免签 以后古巴小船直接到美国对吧 美国真的快完蛋了 这个很快社会主义的旗帜就要在美国插遍了 所以我想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去搜古巴呢 也许这些人都发现这是一条新的走线线路 古巴呢最近宣布对中国护照开放免签证进入 古巴因此也就迅速成了热搜词 有一些人预计啊到古巴的中国人数量将迅猛增加 说呢还是社会主义好 古巴朝鲜越南和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了 以后呢大家走线就不用再绕道走热带雨林长途跋涉 直接划个三板就可以到美国 那比较起厄瓜多尔来呢 古巴从地图上看就太有优势了 厄瓜多尔社会不太稳定 资安状况恶化 古巴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社会秩序要好很多 而且呢工资齐低啊 古巴人的月工资目前平均才50美元左右 中国护照免签以后呢 到古巴可以停留90天 那这个时间足够走线客们 安排好所有的准备工作 大家看看地图哈 古巴离美国佛罗里达海岸线呢 最近只有90海里 就是150公里左右 登陆点就是著名的旅游圣地 Key West 中文译称 基维斯特 那里有海明卫的故居了 但是中国走线客呢 不可能从古巴搭乘航班 或者是轮渡到美国 所以只能是坐船偷渡 等到了佛罗里达海岸以后呢 举着红旗以冲滩方式进入美国 规模当然不可能像当年的 洛曼底登陆一样 但是呢也很有可能让 成百上千的红旗插上 佛罗里达的海滩 目前走线是有一条简洁的路线 拿到日本多次往返签证以后呢 中国人可以先去墨西哥 然后呢旅行到美国墨西哥边境 越境以后进入美国 只要人拿到这个签证 这条线路呢 比去古巴还是要简单一些 那目前绝大多数的走线客 被迫选择的是一条 更为漫长更为艰难的路径 先到曼谷 再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然后呢到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呢 在给中国护照免签的 几个拉美国家当中啊 相对来说离美国墨西哥边境 是最近的 虽然也是好几千公里 走线客们一路穿越哥伦比亚 巴拉玛达连峡谷后的热带雨林 哥斯达里加 里加拉瓜 威地马拉墨西哥 总共要耗时40天左右 花费呢是2万到5万美元 体重减轻啊 可能达到10公斤 大家还要冒着生病 招抢劫 被沿途国家的警察抓捕以后啊 原路遣返这样的各种风险 最终到达墨西哥美国的边境 越境以后呢进入美国 见到美国边检警察以后呢 大家都是热情主动的投案进入收入所 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理由和材料申请庇护 包括因为宗教信仰在中国遭到迫害 家里的房子被强拆 疫情期间参加抗争 或者在网上发表言论 遭到警方抓捕这些作为理由 随后呢大家可以离开收容所 等待移民法庭的审理 那由此呢就可以成功地停留在美国 这个部分古巴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越来越密切 从大家的想象看呢 古巴这一项对中国普通护照的免签证政策 可以收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古巴经济也不发达了 我们刚才说人均收入呢 月收入才50美元 基础设施呢想象应该是比较落后的 手机支付肯定不发达 不仅没有5G的服务 可能只有3G 而且呢费用会很高 相对来说 支付宝微信支付这些东西 在走线路上已经是广为提供了 但是在古巴不一定有服务 可以预计 古巴一旦成为中国人走线的跳板 那以中国人做生意的能力 刚才提到的这些障碍 这些不便都可以迅速的解决 我想酒店机票的配套服务呢 也将迅速的建立起来 快艇啊游泳圈 救生衣这些生意会非常火爆 如果允许啊 以中国基建狂魔的能力 专门建个90海里长的跨海大桥 都有可能 让走线客离开哈瓦那机场以后呢 只要桥不垮掉 开车两个小时 就可以从古巴到达佛罗里达 主动被逮捕以后呢 申请政治避难 但这些呢都是美好的想象呢 事实要冷酷太多 根本不是这样的 因为古巴人自己到美国 并没有捷径 160公里的水路看着不长 但是呢 到佛罗里达是非常危险的 古巴人自己其实同样要走线 而且数量惊人 从2021年到2023年 高达50万人走线 占到了古巴总人口的5% 换算成中国的人口 那就相当于7000万中国人走线 因为什么呢 因为古巴经济持续恶化 很多人根本看不到出路 古巴走线客的路程 比中国人短一些 因为2021年11月份的时候 黎加拉瓜向古巴护照的持有者 开放了免签证 自那以后啊 数以10万计的古巴人 先从哈瓦拉飞到黎加拉瓜 然后经由陆地长途跋涉到墨西哥边境 比中国走线客呢 省掉了几个国家 省掉了厄瓜多尔 哥伦比亚 巴拉玛语林和哥斯塔利加 而古巴人的花费呢 一般在1万美元左右 那毕竟距离近一些嘛 黎加拉瓜政府给古巴的走线客提供免签的便利啊 其实也是为了通过大量的非法移民向美国施压 获得呢 跟美国谈判的机会 希望减轻乃至美国的制裁 在黎加拉瓜给古巴人免签之前呢 大家其实也都是跟中国走线客一样 先到厄瓜多尔 中国走线客现在啊 到达黎加拉瓜以后呢 应该有机会遇到很多的古巴的自同道合者 应该很亲近的 都是社会主义兄弟姐妹嘛 实际上啊 在美墨边境的古巴移民总人数 比中国人还是多太多了 2023年11月这一个月就有1万多人 中国人是全年2万多嘛 2022和2023两年离开古巴 去往美国的总人数呢 大概是40万人 如果古巴人自己都要走线到美国墨西哥边境 中国人去古巴走捷径 那就相当于绕了个大弯路 不是捷径 还不如直接去厄瓜多尔 就跟现在一样 如果古巴人自己都没有非法进入美国的捷径 那中国人通过古巴应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是一定有例外 中国人聪明嘛 是这样 中国移民主要是福建移民了 事实上在古巴有一点根基了已经 他们一直都有从事人口贩运 经过水路送到佛罗里达的生意 但是呢 这个只能是地下运作规模 不可能很大的 美国海岸警备队啊 他拦截到的从古巴来的偷渡客呢 平均每天是有十几个到几十个 那作为比较嘛 近几年经过长途跋涉 从陆地到达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古巴人 每天是好几千嘛 所以水路和陆路之比 大概是一比十到一比一百 我一讲都不怀疑 未来啊 每天几十个飘在海上的偷渡客当中 一定会出现中国人 但是这趟一百六十公里 好多个小时的海上旅程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船不大 条件不会好 安全没有保障 而且呢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执法方式啊 跟美墨边境是不会太一样的 偷渡船只遭拦截和驱逐比较容易 前不久呢 在墨西哥就出现过 八位中国走线客 葬生海中的悲剧 中国走线客啊 在墨西哥一般走陆路就可以了 但是呢 墨西哥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最近也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抓捕 去往北方 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公路 会设置不少的检查站 抓获的非法移民会按照来路 前返回南边 就是那些非法移民们 长途跋涉的距离啊 就算白费功夫了 非法移民们走水路呢 可以避开检查站 中国人和当地的华人 已经建立起了一条龙的贩运人口服务 但是呢 走线客可以避开陆地上的检查站 却没有办法避开海上的恶劣天气 小川遇到大风以后啊 翻覆导致了悲剧 从目前的状况来说呢 用火爆来形容中国的走线客的增长啊 一点都不过分 从最新的动态看 5月1号 2号两天 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南加州的圣地亚哥地区 每天逮捕的中国走线客就超过了200人 短短两天之内啊 累计逮捕的人数是485个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 这个地方整个2021财政年度的总和 抓捕的非法中国移民的总和 两天超过了2021年一年 当时的数字呢 是342个人 从整个美墨边境看呢 2022财政年度 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970人 到2023财政年度呢 上升到了24000人 从去年开始的2024财政年度 到现在7个多月来 已经超过了整个2023财年 中国非法移民的数量啊 达到了24200人 从2021年到现在的上升幅度是多少呢 是6300% 就是63倍 统计数据显示的事实就是这样了 通过走线的方式 入境美国以后呢 提出庇护申请 成功的几率啊 比以合法方式到美国以后 再申请庇护要高 我还没有搞清楚具体的原因 也许是因为申请在美国政府部门 走过的路径不一样 就是你路径是合法还是非法 那这个很荒诞 就是说政策如果是这个样子 实际效果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那对非法移民反倒是一种鼓励嘛 另外就是中国走线客 申请庇护成功的几率啊 在不同国籍人士当中是最高的 其他国家庇护申请的通过率 是14%左右 而中国的庇护申请者通过率 超过了55% 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 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个现象 一个是中国的人权状况 到底跟委内瑞拉或者海地 或者古巴怎么去比 怎么去比较哪个国家的人权状况 更好还是更坏呢 我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 比刚才提到的三个国家 海地 委内瑞拉和古巴 可能还是要好一些 但是中国人的申请通过率反倒高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或许是中国人准备的材料比较完整 因为毕竟资讯发达 信息分享非常方便 跟其他几个国家比起来 那成功的案例很容易得到复制 比如说在国内提前加入家庭基督教会 然后收集好信仰自由遭到干扰的证据 到南加州以后 当地的基督教会就比较容易协助这些人 庇护申请 加上一名律师都很有经验 形成了一种成农配套的格局 走线话题中英文媒体最近一年的报道量比较大 美国政府的担忧包括间谍渗透和毒品走私 墨西哥毒品集团经常使用中国生产的原料制造分泰离 然后经过陆路从美墨边境将走私的毒品进入到美国 有一些中国人涉及到这种毒品走私过程的案例 也有不多的极其案例记录线是中国籍的人士在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就是出现在军事基地周边 窃取军事与商业机密 起码他们是这样被指责被指控的 可以这样做出结论说 中国对美国的挑战真的是全方位的 地缘政治角度来说是这样 经济上的挑战也是美国历史上从未遭遇过的 就中国走线客这么一个特殊的现象看起来不大 其实也是一个美国现有体制没有办法很好解决的问题 美国一方面有接纳难民的道德义务和实际的运作机制 非法移民基本上说到了美国领土上 开始申请避难就可以待下来 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美国也不能说让边境完全不设防 像塞子一样 2024总统大选离投票还有五个多月 目前选情是处于焦灼状态 美墨边境的糟糕状况 给现任的拜登总统造成了比较大的麻烦 2023年越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 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数 达到了惊人的240万 那共和党人一般都会将边界安全 作为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的议题 说拜登阻止非法移民 态度软弱 措施不力 而民调显示呢 大多数的美国选民 把跨越南部边境的数量空前的移民问题 都归咎于拜登总统 因为他毕竟是在任上嘛 如果拜登连任 他的移民政策呢 也还是应该会憧憬 如果特朗普获胜情况呢 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我猜测他上台以后啊 措施会严厉的多 遣返非法移民的规模力度 应该大很多 尤其是针对中国来的非法移民 特朗普最近表示呢 他一直认为非法移民 就是对美国的入侵 他当选以后 一定会大规模的驱逐遣返 不管是在这个边境州 还是美国其他州 特朗普甚至说啊 他不惜动用国民警卫队和美国军队 当然动用美军呢 是最后的手段了 对中国的走线课来说 还有正在准备走线的中国人来说 我能提出什么建议呢 我的建议一直就是这样的 一定一定务必慎重考虑 追求自由和更好的生活可以理解 但是最好不要走上这条路 因为本质上嘛 这就是一条高风险的违法路 如果仍然决心上路 我能说的可能就是走线要趁早嘛 还是这样 未来呢 应该困难会更多一些 被遣返的可能性高一些 至于说古巴呢 我觉得它成为中国走线客 捷径的可能性不大 厄瓜多尔会继续成为最重要的中转站 好呀各位 今天这个关于中国走线客与古巴的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您点赞转发留言 提高这个小频道在油管算法中的排名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